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聊聊苹果App Store垄断地位的改变 随着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实施 苹果被迫放宽政策,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进入市场 这一改变标志着App Store垄断地位的终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? 原因在于苹果封闭的生态系统已经涉嫌垄断 最高可能被处以全年营业额10%的罚款 为避免这一风险,苹果不得不做出让步 最近,一款名为Delta的游戏模拟器成功上架App Store 背后是第三方应用商店App Store的支持 这次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苹果对欧盟新法规的回应 App Store曾是iPhone用户下载应用的唯一途径 苹果通过30%的抽成来获取巨额利润 但现在,用户可以通过第三方商店下载应用 享受更多选择和更低的成本 App Store的出现是对苹果垄断地位的重大挑战 尽管App Store在欧盟上限 但用户每年仍需支付1.5欧元的核心技术费 这是苹果为限制第三方商店而制定的新规则 此次变化表明 市场对更开放的应用生态有强烈需求 随着政策的调整,用户现在有了更多选择 不再受制于单一平台 这对开发者和消费者都是利好消息 标志着App Store垄断时代的终结 感谢收看,下次见